十一月二號星期一 好 我跟你講 今天是十一月的 算是我們的開播 因為今天禮拜一 所以很重要的日子 再過幾天又是 你購物車滿了 聽說你已經滿出來了 為了迎接未來的重要的四根筷子 四根筷子日對不對 對 所以聽說你已經 好幾天前就一直跟我說 你丟了你要分幾次結 你知道通常你有這種技巧嗎 這種經驗嗎 就是你會分一次結還是分兩次結 我自己是累積在 全部在購物車想說一次結啊 為什麼要分次 有差 差在哪 我忘了 我知道了 我真的忘了耶 有差別 差別是400送50 對是不是 那你如果是450 那你可能就是 湊湊湊湊 沒有吧哪有數學那麼笨 那你不會一車也是可以給他弄到 雙數的滿額啊 沒有你如果說剛好湊 然後你是七八九 對我記得我為什麼要湊兩次結 我已經忘記了 因為你就是買了很多次啊 還是超重 有一種就是說over多少公斤對不對 他會更貴 有一個起跳價反而是最划算的 可能就像大飛機如果你超重 要加錢的意思 我們就把行李委託給別人 不會啊你如果全部都是急運的話 沒有這個問題啊 反而你越重是越划算 是喔 因為你越重之後你的起跳 沒有我確定我當時是有分兩批 可是我不記得為什麼 還是因為買完以後 忽然發覺說這個怎麼沒有結到 倒是有可能對不對 好今天的十一月二號星期一 所以越來越 時序已經進入到真的是冬天了 剛剛你有沒有覺得 你本來覺得很冷 可是看到我又覺得 突然間有一股暖液暖流 是我帶給了你一些溫暖嗎 你磁場好強喔 很強大 那你應該感覺到很黏啊 如果我磁場很強的話 你應該手臂會一直有靜電 沒嗎 好算了我跟你講 我們今天的主題喔 有12345個 我希望我們真的要講完喔這一次 好 待會會直播 這還是要講一下啦 好 雖然我們知道 也沒什麼人要看 這個現在月初啊 我們要衝月初 所以我們等一下一定 衝月初流量 對對對 這月初有什麼關係 月初很重要欸 真的 流量也是計頭一週嗎 你月初如果衝得好 你月底就可以先休息啊 我是在講我 月初把業績衝出來 月底就可以好好的購物 也不見得啊 你搞不好上個月底 你暗扛了三四個case 然後流到月初結啊 你是不是都用這一招 有這麼厲害嗎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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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一直在那邊like客戶 我說你就不要再演了 不可能這一個鐘頭 會有一個人說 那個小天后 你可不可以趕快過來 我這邊有個兩億的case 你可不可以趕快過來幫我處理一下 立刻去啊 兩億當然立刻啊 去 就我一個人獨撐吧 沒再怕的 好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北北基最強防重 然後男女老少都很愛的小天后 我已經跟你說你不要再演了 你還要把手機給我弄那麼高 好教授小天后來到我們的貴賓 那講到手機這件事情呢 因為我一直覺得說 既然蘋果設計這麼好的手機 我們就應該要脫殼 就是要給他脫光 然後呢就裸機 然後我第二天就睡成這樣 哇天啊 果然是出手出腳 真的 不是果然就是 真的耶 要你想換手機也不要用這種方式 他前幾天 不是他前天跟我講說 我們買了一個這麼好的手機 為什麼不露殼給別人看 結果一露 龜殼了 所以我就說我的服裝不能露啊 我就不知道破哪裡 算你白露 所以算我白露 你是算你白露 所以我跟你講手機就是這樣子 我一直覺得說 我一定要讓人家覺得說 大大方方的展示 你就是這個樣子 原機什麼都沒貼 沒有我是覺得 而且他好不耐摔喔 可以買透明蓋 然後把顏色露出來 但是不一定要全部裸機 那你幹嘛消費券黏在後面 因為我就怕我忘記 不是我怕我忘記消費 貼在手機後面 我上次看過這種畫面是一個阿公 然後是在池上 我阿公教的 他就是把這個手機後面 黏著他的老人的那個卡 你知道嗎 所以你也有這個阿公的嗜號嗎 你消費券為什麼貼在這個 不是因為我怕我忘記 好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在這個國內旅遊非常的蓬勃的時候對不對 然後有一個佛心老闆也決定帶員工去爬山 當做員工旅遊 我覺得你的員工很好耶 怎樣 就是他們都不會抗議說 為什麼我們要去登山嗎 沒有這個是他們選的 就不能好好吃好好睡一個週末就可以了 為什麼我們就不能夠 好好的就是在飯店享受他的設施 然後訂一個很好的飯店 有阿我們都有阿 我們訂的那個民宿很棒 那你講那些泥巴是怎麼回事 那個是因為我們去爬山 殊不知天氣 好天氣對不對 很重要 這個就是代表說你千算萬算 你沒有帶我這個吉祥物去就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你在爬山的時候 因為你不讓我去嘛 所以我是不是就報名了一個路也 我沒有不讓你來啊 沒關係 反正你沒來 反正我跟你講人在座路在看 路知道OK 滴耳在看 你知道嗎 我那邊快熱死了 艷陽高照 你也看的到嘛對不對 一樣的本島 可是卻有兩種天氣 可是我去太平山我都覺得我感覺 那個吸收到很多的芬多金 是嗎還是雨水 我已經噴不出 噴不出到底是芬多金 浴泥吧 還是細細的雨水 飄進了我們的肺裡面 而且拐杖還是我們家提供的 你的配備 講一下配備好了 因為就是知道說要去太平山 但是前幾天就知道說山上可能下雨 那我就有問他們就是說 我們要不要換行程 就是改平改行程 那殊不知我那些朋友全部都說 那我們是不是要再帶什麼 那個拐杖啊 登山杖 然後是不是要買登山鞋 然後帶魚腰 然後我想說好 那大家根本就沒有想要換行程的意思 沒有你沒有鼓勵他們啊 就是說我們要不要改到普悠瑪去露野啊 民宿已經訂了 跟江泰會合 我們車也訂了 主要你們是喜歡坐那個保姆車 沒有這一次訂的是一個賓士大九人座的 你很愛坐九人座 你很愛做回應小時候的娃娃車 沒有就是比較大寬敞舒服啊 然後後來反正就到台北車站 在台北的時候天氣是真的很不錯 平地也都OK 但是一到那個山腳下就開始下雨了 有一條線很明顯的那條線 就開始 我跟你講我一過那個 我們的這個叫什麼雪碎對不對 到宜蘭那邊就開始 因為我也要經過宜蘭 就開始下雨了 毛毛雨嘛 我就心裡你知道嗎 一看到那個雪碎下雨的時候 我就心裡衝一陣微笑 大家可能不知道為什麼微笑 我就想說哈哈一下有人在山上 靈雨 我就像有一對在爬山的人在靈雨了 所以我們就是受到你的祝福 對天降甘霖 謝謝謝謝 遇守則發 然後呢我就後來又再經過那個 往那個復里還有花東方向對不對 哇太陽超大的 所以其實一個那個中央山脈真的阻隔了很多人 不是阻隔好多種氣候 對真的蠻神奇的啦 沒有我最近發覺我的台灣的地理相當差 因為我老是分不清楚說我又到了花東了 那這到底是海岸山脈還是中央山脈 蛤有分喔 我更差 等一下海洋山脈 海岸 蛤要怎麼分 不行我們今天主題不能這個 這有一集我們要再做專輯 去討論這個問題 你是不是客戶問你朝東朝西 大門這個朝東朝西你都不知道 我一定會分我會啊很清楚 那你怎麼可能不知道有海岸山脈跟中央山脈 這個跟東西南北有關係嗎 這跟國家的命運有關係 好我們現在有直播 我們剛剛講的那一段那個 大家搞不清楚海岸山脈 雪山山脈的那個里程是 小天後 員工旅遊之太平山泥寧之旅 兩天一夜 主要是為了要看什麼三毛舉 我發現三毛舉還二毛舉 三毛舉 是因為我們本來就計畫就是十月去 然後呢本來是要走那個什麼 建勤步道 然後做什麼 那個很輕鬆 建勤很輕鬆 然後做什麼碰碰車 對本來是安排這個行程 然後後來就是上網查 就發現說說什麼十月十一月是三毛舉的那個忘記 就是那時候 黃色的葉子 然後很漂亮 他是真耶 三毛舉是真 其實說真的我已經走了3.8K 我都不知道他到底 他到底講怎樣 對我知道後來 那哪張是跟三毛舉合照 因為他走到底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有點陰天跟下雨的時候走進去 然後走到底的時候呢 沿路當然地上有 他有點像賞楓葉嘛 楓葉是不是會變紅 那他是葉子還是針尖葉 他是葉子 但是他葉子是有點像那個 講不出來 沒有辦法舉例 對反正就看照片 你不相信他 有點像龍樹的葉子的造型 但是他是黃色的 然後葉子就是黃的 所以他叫三毛舉 對就是可能他就叫三毛舉 可能就是那個樹幹的關係 然後走到沿路根本就根本看不到 到底三毛長怎樣 因為那個霧又有點大 然後沿路想說 都有人走到大概2.9K開始 就有點很難走了 然後後來我們大概 我們走進去 我們大概是從11點開始走進去 然後陸續大概走一個小時的時候 就有人走出來 那因為已經走很累了 然後到3.1K 已經有人走出來 然後到大概3.2K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你知道那時候已經陸月不好走 然後又下雨 然後你知道腳都是泥巴 肚子又餓 肚子又餓 然後遇到人的時候 我都一直問說 欸好看嗎三毛舉 然後呢每一個喔 就說真的很棒 快到了快到了 騙你的 騙人的我跟你講 真的 他是騙人的 山友怎麼可以這樣子 山友只是鼓勵你完成 可是他們覺得好看的不是說 其實每一株大自然具的植物 對他山友眼中都是奇美無比 獨一無二 他們想要看的是你的表情 就是當你到了目的地以後說 哪有哪 所以我跟你講 我們一到目的地 你知道他沿路喔 都沒有地方可以讓你幾乎坐下來 只有到走到底的時候呢 他就說有一個小木屋 根本也沒有木屋啊 就是一個小樓 小閣樓 然後呢擠滿了大概二十幾個人 因為大家是不是走到底要休息 那我們想說要帶吃的走到底吧 也猜一下 結果呢一到了 根本沒看到什麼三毛舉 直接先拿壽司出來先吃一盒 那三毛舉的照片在哪一頁 有啊還是有放上去 還是有拍到 還是有 只有那一株真的最漂亮 這是平地難走還是要一直爬 呃 要走 就是最後面大概六七百公尺的時候 最難走 因為它很陡 好 然後路很窄 然後又是有點泥巴 不好走 我的那個 日本買的登山帳有跟你放住嗎 有有有我幫你洗乾淨 有有有很好用 洗乾淨好不好 你沒有把它折斷吧 沒有 我看 差點差點 然後我真的覺得有登山真的需要拿登山帳 因為它有時候都要幫你撐 防滑啦 防滑還要幫你撐 撐住 因為有時候你快沒力了 你只好用它撐起來撐住 沒有還有有時候要戳前面說 欸慢一點 然後我走走慢一點 後來回來的時候 我看到有人穿假腳脫 都不知道他怎麼全程走完呢 他可以脫下鞋子 不是 脫鞋子那個那個更危險 真的會很危險 沒有 有人登山是脫鞋子 還是他可能走一半 他自己也走回來了 可能他就住在那裡啊 這就是他的室內鞋 對啊 他可能就是 但是我跟你講 我就是有看到一對母女 然後呢他們兩個 那時候還看到那個地獅你知道嗎 地獅 雞 對一隻雞 然後兩隻 然後呢就有一對母女 他們看到他們 下雨都沒有躲雨喔 我跟你講地獅呢會在黃昏 就是傍晚的時候他才 就是昏色黑暗的時候他才會出來 夜深昏暗 對他晚上才會出現 因為他可能怕被抓 喔 所以下雨他也不進去 下雨他不會他也會出來 很大隻啊我有看到很漂亮 很漂亮很漂亮 然後我本來 因為我後來 中途有一度回程的時候 是我一個人 然後朋友有人走很前面 有人就在很後面 然後我就有看到一對母女 後來我們出來之後聊天 我就說 欸那你們剛好看那一對母女 然後他們都說沒有 我早就知道你要講這個 但是我真的有看到 應該是他們自己沒注意啦 他們只注意到 就是後來有一張照片 很像林芝耶 你覺得那是真的林芝嗎 不是他們照到了一群那個 很像林芝寶寶 上面有一個木耳 其實那是木耳 喔 什麼林芝 我想說如果是林芝 不是很值錢 但是我們就 所以你常常把 常常把辛鮑菇當松露 我沒有怪你啊 那常常把那個豪宅看成民宅嗎 哈哈 不是 民宅看成豪宅 母女這一對喔 這個母女的故事對不對 我覺得你真的看到了 紅衣母女 我是真的看到嗎 對啊 對啊 那為什麼他們沒看到 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麼明顯 好這個根本要不是重點 好的 反正那不是重點啦 反正我覺得 很糟了 那個員工旅行真的很好 就是安排國家公園這種 見走行程 第一時間很多 第二很便宜 吃了 因為只要 只要進去 而且現在你進去 一個國家公園都可以免費 連票 那我們 還好我們朋友沒有人愛趴山 大家都沒用 所以門票也免費 啊真的 對啊免費啊 都免費嗎 對對對 然後呢 可是我們住就住得不錯 然後住得不錯 好像上個月就到十月底 只要你去住旅館 就是住一個房間可以抵一千塊 啊 對 所以也還蠻便宜 然後我訂的那一間 喔你有用到對不對 現在已經沒有了 訂的那一個 喔對 訂的那一個 那個是我之前就有在注意到的 他聽說 沒了 講太多了 講完了打招呼時間 好好好 啊現在講什麼 偏財那個要現在 偏財現在 偏財現在 現在來 來來來快 那你要不要跟他們講一下 好 好直播的朋友們 直播直播 直播朋友們來 據說有一個大師 國師說呢今年的偏財運勢 你到時候資料了嗎 現在 等一下 欸我跟他講 我跟他講 等一下 好 然後 喔 各位有講對不對 有 有好 全部念一次嗎 就是抓一個大概 總之就是 有那個詐騙的狀況 然後跟大家說 那是詐騙 喔 有人會打電話說是 最近 詐騙真的很多欸 真的 要大家小心 我手機也 喂 欸黃先生不好意思 你在家嗎 喂 很忙很忙 假的 那你女朋友在家嗎 他在詐騙 看一下螢幕到底有沒有亮 喔 我忘記了 欸那師傅是到了啦 還是你們大概 來得及嗎 如果等一下回去 喔 真的喔 那好 那我看能不能改明天好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拜 哇 馬上 馬上 一個case沒了 沒有這已經要交戶了 所以還 只是要修水電啦 換燈泡而已 不是自己會 還需要別人嗎 租客 沒有租客就說要叫屋主用啊 租水電這對你來講 喂 欸欸 居委不好意思 那個他他他出去了欸 蛤 那怎麼辦 可不可以改明天啊 你跟他說不好意思啊 喔 這個就三毛巨啊 好抱歉抱歉抱歉 好拜拜 很漂亮 這個 真的 有很漂亮嗎 只不過有看到小丁 會現場喬事情欸 誰 好 來講一下內容啊給大家聽 什麼啊 講什麼內容 詐騙喔 不是啦 教你剛才客戶怎麼了 我剛客人喔 沒有啊就是 那個是一個租的房子 然後要交屋了 然後 因為你要來 因為燈泡不亮 然後租客要 那個屋主修 新的屋主說叫舊的屋主修 所以我們就聯絡水電去換一換 這樣才可以交屋啊 嗯 對 錢可以解決事情都好處理啊 哇 講得很大氣 因為反正是 不是我的錢啊 哈哈 但前提是不是我的錢 而且 說真的 但是我要處理事情 你知道我今天才剛看了一個 他說韓國有一個 現在水電工很多是女生 台東有一個水電工女生啊 台東 71年次然後年薪百萬欸 很厲害欸 他也有FB聽說 粉絲也很多啊 十秒 我覺得你有這個潛能 你有這個 你在看得起來那個鋼匡啊 嗯 直接忽略你那個 你幹嘛打我 嗯 你剛剛為什麼要打我 這樣提啊 把你叫回來 好 我們現在有直播喔 然後呢 呃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訊息 我們要跟大家強調一下喔 就是 好物市集呢 我們有很多人 粉絲嘛 然後有很多人 在我們這個好物市集上面購買 那最近呢 就會有一些 已經購買的這個 客戶 接到電話就會用各種理由 來跟你討論 你在好物市集購買的行為 比方說 你買了什麼東西 他欸 詐騙電話有時候會這樣子喔 他搞不好 你現在在聽我們廣播 他有時候會問說 欸欸 你這個用的覺得好不好 我們來了解一下喔 比方說你買的這個 好不好用 好不好吃 反應如何 很親切跟你做個試調 然後最後就會說 然後要 其實主要是要騙取你的個資 那如果說 你會接到 接到那些電話 會問你說 你的信用卡 我們 千萬不能給 千萬不能給 然後你的存款帳號 也不能給 還有他要你 他傳個訊息給你 要你加他的line 他要問你問題 也不要加 對 就是釣魚的那個 絕對不能加 因為 你知道他現在會問 什麼方式 你知道嗎 他會說 因為你的刷卡 我們可能沒有過完整 或者說 你多刷了 你多刷了 我們要退卡 退 刷退 這種大家是不是就會覺得 欸 好像比較沒有戒心 對不對 只要他提到幾個關鍵字 信用卡 刷卡的問題 然後呢 或者說 呃 要退什麼錢 或者說 有什麼帳戶錯誤 對不對 全部 全部都不要去相信 反正電話上 有叫你做任何的 任何轉帳 指令 你都不用聽 直接把它掛掉 或者說叫你到ATM設定分期 都不行 都不行 然後你說我沒有設定啊 他說喔對 你沒有設定 但是我們不小心把你設定分期了 所以我們要到ATM取消設定分期 沒有錢 沒有錢 你不要錢給我錢就好 他說 好我會賠你錢 那你賬號給我 想的沒 對 我跟你講 年關將近了 他們也缺錢 缺業績 然後他們會 因為有很多人會駭入這種 很多那種購物的網站平台 還有是不是詐騙局 還最近在台灣很多 他們很閒 沒有沒有有些主機 有些是在海外 我最近有接到電話 所以如果你聽到聲音 不是像我們兩個的這種聲音 就是詐騙 像我這麼抬的 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不會啊 聲音太標準的 就會有一點 製政槍員 北京槍嗎 不是 這樣有點那個 沒有 反正因為我最近也常常接到詐騙 他也不過才買了一個東西 沒有沒有 我最近 你的情形是怎樣 我最近的話 當然就是我在網路購物買了一個東西 然後呢 他第一次就打 因為我有送回去送秀機器 然後這個廠商就打電話 他就說 我是不是有買了一個氣炸鍋 然後是不是維修上好像有一點什麼這樣的狀況 對 那你是不是 你記不記得你有買一個這個東西 我第一次 他也真的看得到你買過的 第一次是一個男的 而且他的電話是02喔 嗯 他不是那種奇奇怪怪的來電號碼 對不是886 對所以 86 你不會覺得 不會顯示國外很長一串的怪怪號碼 你不會覺得很 對 然後可是我聽口音我就覺得很奇怪 而且我那時候在毛 我就說沒有沒有不用不用 但我前面有回他了兩三句 就這個之後的一個月換另一個女生打來 也是氣炸鍋 也一樣氣炸鍋 我就說我到底要買幾台氣炸鍋啊 你再打來我真的氣炸了 我就掛了不用 他說你這個錢有問題 我說不用不用退 都不需要 我很有錢 不用退錢 我跟你講 這樣子 對我覺得乾脆乾脆讓那個蜂友們 有一點比較好笑 就是說人家再打來說要你退錢啊 你刷錯了 要你去ATM做退款 或者說要你做什麼分歧取消 你說大氣點說不在乎 沒關係 小錢啊 給你 就掛了 沒有沒有正經一點 就是有任何人叫你呢 去給個資 或者說叫你去做任何的什麼 分歧設定取消重刷 取消重刷 或者跟你討論產品的內容好不好用 通通不要理會 OK 那我們呢 你們也不要擔心 OK 這個資安的問題 毫無事急一定會幫你維護很好 大家不要擔心 毫無事急不會留你們的任何任何的 信用卡資料這些都不會的 OK 所以說大家不要擔心說 你們的個資 個資會流露出去 只是你絕對不要 接到詐騙就開始緊張 就是接到類似這種消費者關懷的電話 就開始覺得跟他聊了 聊了以後就開始 對 這個是第一步喔 對 聊下去就像我跟你聊了以後 慘了對不對 刷了 就刷了 對刷了很多 好如果有任何問題對不對 你可以打02-2362-1968 台北02-2362-1968 查證 對有關這些購物的消費的問題 你可以跟我們查證 有任何電話要回播這個電話 你不要再回播他叫你回播的電話 通通不要 話說這個詐騙 我前天也收到一個簡訊 他就傳給我說 我有房子的問題想要問你 請你加我的Line 然後他的Line ID是多少 他還知道你的職業耶 然後 對他還知道我職業耶 然後我直接問他說 你是問號 對對對 然後因為我覺得這種簡訊太奇怪了 一般的客人不會這樣寫 嗯嗯嗯 然後後來我就先 對一般客人不會這麼老練 直接說加我Line ID 通常客戶真的客戶 他會說 嗯現在不太方便 我當下覺得很奇怪 所以後來我就有 叫公司先查這個電話 嗯 然後沒有東西 再來就是上網查 一看都是詐騙 喔 對 哇你的 但我加Line了 哈哈 然後江泰就跟我說 哈哈 你的Line可能會被刷卡 然後去買買買什麼 買一些 嗯 對 那平常我們只是買個圖啊 什麼的 所以後來我就把我Line的那個Line Pay刪掉 嗯 真的怕被倒刷 你好像有問過我 對 不是 因為你為什麼只要看到人家有生意給你就好不容易 沒有沒有 我是後來忙 就是這樣 事情忙完之後 我在想說 欸是怎樣這樣子 對 你可以回他說 怎樣是怎樣 我說我是先回了你事 因為我這個性太急了 然後他又沒回我 所以就想說是怎樣 怎樣 那你幹嘛家 就 就阿生啊 只是跟大家講啊 有這種東西不要 對 那如果說你們有任何有關於這個問題的話 疑問都可以打0223621968 就是有介紹任何類似好像詢問關懷說你的購物經驗或者是什麼的話大家記得這個就叫做詐騙電話絕對不要給任何人你的信用卡資料不要到ATM轉帳不要什麼取消設定分歧啊什麼什麼或者說他假冒說他是什麼消機會或者是檢察官或者說銀行銀行最可能會打給你喔你都不要相信OK好在那講到這個詐騙我們現在講說財運 好來來來來 今天呢我就是有看到那月書的那個運氣 他就說哪些星座這個禮拜呢會有一個很大的偏財運 然後我想說那來證明一下所以 所以買了來證明說 對 誰最強 這個專家說的到底準不準 好 對不對 好我想幫你選我拿這一張 蛤 為什麼你拿柴犬啊 那我拿這一張 這張我有買一張翻翻的 翻翻的好 待會兒再看 史上最強財運 我們現在就來刮了 現在就刮 現在就刮 刮刮 刮刮 現在就刮 現在就刮 因為他有說那個星座 最強財運是誰啦 是 要刮完才能公佈是不是 刮完才能公佈 我們誰的最強財運是誰 誰能擁有 誰能擁有 不用看 不用看你就刮掉就好了 這個是我最不會看的 這個是我最不會看的 我最想刮的是柴犬 那等一下回來講一下 我們沒有鼓勵鼓勃 喔 這個不是做工藝喔 兩個腳印 兩個腳印就有中了 幾個腳印 他寫兩個腳印 我刮到一個腳印了 好像不是腳印耶 兩個腳印耶 我是不是 會不會刮到五百塊啊 哎呦你會不會刮到一千 兩個腳印就有了 好像 像 鳳姑 呵呵呵 你不是說兩個腳印嗎 你有兩個腳印 沒有啊 你說兩個腳印就有 我啊 我什麼都沒有 好吧 除了兩個腳印以外 一點都不準 那什麼多大偏財啊 所以應該是翻翻囉 這就是最大的偏財了 沒有我偏財運很差的 欸我真的很糟耶 那 沒有 你就想要做工藝啊 欸 你有兩百了 兩百了 你怎麼知道 天啊你真的很幸運啊 你好lucky喔 這張是我 好算了算了 哪來的 這張是採權 哪來的 因為這裡一個腳印 這裡一個腳印啊 兩個腳印 啊這個就是我 哈哈哈哈 痛菇 我也痛菇了 欸真的吧 所以吧 不給我報名啊 我有耶 我有我還看不懂耶 六篇財運 我看 幾個腳印 不止喔 就一個 這是一個兩個啊 好扯喔 不止耶 這個字 不是耶 天啊你是不是眼睛花了 你會看代碼 你會看代碼 你好專業喔 有一次刮了一本 必須要會看 不然好累 我 BEN應該什麼都沒有 我剛以為 BEN 我剛以為FB就FI 就500塊會不會 對 FIV的話就是100塊 我覺得我應該是三個腳印耶 哪有 我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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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THR 是3耶 TH 2003 OK 200 200 我有三個腳印啊 300啊 我有三個腳印 真的嗎 那哪是腳印 那哪是腳印 等一下啦 我 這張原價格 300 耶 我回來了喔 好謝謝 五秒 恭喜最強的財運 你有強運耶 好剛讀我 答案揭曉 我們這個是叫做公益喔 最強財運就是當真無物 好謝謝 好扯喔 感謝三個腳印 三個腳印不要講多少錢 做公益 好來 那個講一下就是說 最近很多人都說房市很熱很熱 對不對 但是我們要講了就是說 其實各行各業大家都要小心 越熱的時候 景氣越夯的時候 越多陷阱在裡面 像就會有很多 我知道很多客戶 他的房子可能就是說 他想買一個投資資產 就是利率低利率時代嘛 然後大家都覺得說錢越來越薄嘛 就很希望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投資 那當然就是說講到這種投資 這種房產投資的權威 差不多全國只有 獎太首選 可以排名 Top10的顧問 就是在小天后 沒有我是11 所以就會有 那我是7 所以就是說 你是street 剛剛有刮到street 對對對 好 還好我有三個腳印 就是說 很多人會問小天后說 這個房子 他想投資老的 然後就想說都更 OK就會說 我買這個是不是可以都更 那如果你覺得說 一個房子它只是 老醜怪魄舊 就可以都更 錯了 就好像一個女的 一個人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講你自己 以為說 只要有技術精在 有誠意 有企圖 都可以變美 不見得 所以你要講一下這些 不是每一個房子 他都符合都更的條件 不是 說真的 如果說這個社區 不是喔 如果要等都更 最大的成本 就是你的時間嗎 因為要談成一個都更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所以變成說 你如果買 你一開始應該是說 這個投報 是不是符合你現在 跟你每個月 所要支出的 是不是負擔的起路 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買 那能不能都更 就是看你自己的運氣了 那當然 你買大馬路邊 你的土地價值是比較大 相對的 都更的機率一定是比較高 對 很多人會 你知道有很多的房子 它之所以便宜 或者說它之所以比較 會讓人家覺得說 它容易都更 可是往往它是在小巷子裡 或者它的巷子是五尾巷 那你可能要整條巷子的人都同意 你才可以都更 不然那你只能做拉皮 這是有差別的 請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對 不是說你房子舊 你可能就有都更機會 因為我最近也接到一個客戶 然後他之前跟別人買的 然後那個中間跟他講說 這個買了以後一定會都更 然後可是他買的一個房子是 就是巷子是不通 是五尾巷 那我就覺得說 如果你當初是因為這樣子 就是新的這個仲介這個 我就覺得是我 我會跟你說那個很難多 很難多 因為第一你又在巷子裡 巷子又不大 也只有六六米而已 然後五尾巷 又不通 對然後呢 後面又有一大樓 早就已經蓋起來了 那你前面你只能靠前面的馬路 但是戶數也很多 那相對你談的機率就比較低 如果你是本身在大馬路邊 然後你旁邊可能有空地 或許你的機會會大一點點 對 有可能下一個世紀啦 你知道嗎 我昨天也經過 真的真的 我昨天從那個 真的不要以為說50年以上的房子 都有舊 而且你知道 不是喔 不是喔 那你看那個松山路跟中孝東路 嗯 機車行現在沒蓋 可是人家後面已經蓋起來20幾了 已經 已經要住進去了 對很有名的 那如果說你是住樓上二三樓 那你也是人家也是都更啊 但是你你們樓下人不同意 對 那你不是也 就是你的鄰居嘛 對 你當時也沒有想知道 你的鄰居就是那個不同意的人 所以運氣很重要 對 你說你昨天經過哪裡 我昨天經過那個 南京東路跟龍江路口 然後那邊 我蓋了一棟新大樓 然後呢 在三角窗旁邊的第三棟 可是呢 第一棟三角窗那個 蓋了大概12層樓高很薄 然後中間竟然加了一個 一二樓的透天 然後旁邊蓋了一個 對 那你知道嗎 就兩個有一點很高的 大人 然後中間一個小嬰兒 把你夾住 然後現在那一間也是當店面 在用 那我覺得說 那個是有什麼苦衷嗎 不跟人家一起都更 你知道嗎 有時候人的想法就是你一時的一個堅持 就是 對 有時候你不知道你在堅持什麼 對啊 有時候 其實有人願意來跟你都更 因為有時候我們要很感謝人家嗎 我覺得要感謝很多東西都是可以協調的啦 你知道嗎 是可以協調的 那你就選一個彼此皆大歡喜的結果 對啊 盡量去談嘛 也不要說整個東西談到破棘了 不然你看 如果兩邊都都更 他最後放棄你把你畫到外面去 對不對 你就會變成有一點像是什麼 你知道嗎 H 就是H型中間的那一個 沒有喔 中間有時候H它下面那個槓還很低喔 那就是 你很低 那就是M的底 對 那就是M的底啦 那就不是H了 對 兩樓的話 旁邊是20樓 不然如果我們的主委要來找我都說OK 好我蓋 對 你蓋 蓋章嗎 我願意 沒有 主委 我OK 我如果是小天后鄰居我就會問說 二樓那個同意嗎 他說他同意 我說那我不同意 哈哈哈 可是我又是助六樓啊 我就跟你對幹 所以與人為善最重要 喔好好 你知道嗎 與人為善最重要 對一步海闊天空 對 最近就是因為房子很熱絡的時候 有時候越熱絡的時候 陷阱也是很多 請醒大家一定要小心一點 不是買什麼東西都會賺的 對不是你要看你的進場點 這點很重要耶 不是你買什麼東西就是 你任何時候進去 你都覺得看到別人賺 你也會賺得到 這就是講到什麼 很多時候喔 你賣掉房子的時候 你會很傷心 可是呢也有一種情形是 你買不到嘆氣 買到就生氣 很多東西就是這樣子啊 我買不到的時候就 很可惜很可惜 你一買到就生氣 我最近是有點生氣啊 買到了買到了 我以為本來很開心 買到就開始傷心 你最近不是說 你有一些客戶 進去的時候要戴無塵帽嗎 他有很多 有很多有些屋主 非常非常的好笑你知道嗎 你這不知道他到底是要賣房子呢 想要趕快賣掉 還是他想要趕客人 我不知道啊 像個禁忌規矩一堆 對像我就去看房子 然後屋主自己住在裡面 然後他們家也不是說到很暗啊 但是要很亮也不至於啊 可是每次進去看房子的時候呢 他就會 我就是說 爸會幫我開燈客廳 然後呢好客廳開完之後 我們就進去房間看 他住裡面是不是 他住裡面 他就在客廳 就讓我們帶看 然後客廳請他開完燈之後 房間出來之後燈又暗了 客廳又暗了 然後覺得說你今天 你不是要讓人家感覺明亮嗎 但你家不是說採光不好 可是你也不要一直把燈關掉嗎 對他為什麼 這是省電節呢 還是他不喜歡亮 沒有有一些屋主 他覺得說我房子很好 我這就是自然的樣子 這 但問題就是不好 但他憑什麼覺得他採光很好 我不懂啊 所以每一個人 登登登登 哎 來介紹一下介紹一下這個啦 好來這個是 我們就直接很快 天啊 我們到底 所以一二三次根本就講不到啊 有啦 有啦 又來 本週運勢也講啦 劃掉 好 這個買到這個也講了 都更講了 太平洋 22K 好等一下講22K 對不對 還有這個 這個講一下 這個就是今天 打開啊打開啊 我最近呢就是又賣了 賣了一個 望族的人的房子 然後呢 我撿了一些東西 我後來有賣了幾個椅子 已經賣掉了 然後 我會覺得現在景氣不景氣 其實大家有時候 哇 你看啊 這是什麼啊 哈哈 你怎麼打開 你怎麼打開 啊 啊 你有摸到嗎 沒有啦 怎麼可能 我有開過啊 還好 還好吧 豬油嗎 哈哈 給大家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你一定要給大家看 這是什麼 萬年豬油 萬年豬油 萬年 還是油漆 是油漆嗎 萬年豬油 我又撒出來了 可是他沒有食物的味道耶 所以我就覺得很怪啊 那是豬油吧 等一下啊 那個剛剛上一集是誰啊 我要折起來 不是剛剛上面那個是誰 日本女孩 不是啦 主持人 王瑞瑞 王瑞瑞會給他圍一下 你不想活了 我覺得這要給古物鑑定專家了 開運鑑定 不是我跟妳講 我剪這一個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啊這好復古啊 因為這個是 鋁座的 這個吃的會 你知道我都不敢虧 你這個故意給我開 你很欠耶 等一下這個是不是 鋁座的 會老人吃那一陣 吃久 阿露米 對 他以前看病是不是都帶這個 因為以前只有這種做的東西 我只是因為這個 很復古 很復古 很復古嘛 那是復原幹嘛 因為我就是不敢幹 這位主持人 怎麼樣 那後來呢 我就覺得這個很復古 所以我就撿了 只是我沒想到打開裡面是豬油 所以我現在還在猶豫說 這一個我到底要留還是不留 這到底是不是豬油 我要留還是不留 沒有 對但是誰要 因為找不到鋁的了 但誰要把它挖掉呢 你不要倒廚油 還是我花一百塊請學弟用 竟然只花一百 十五秒準備回來了 有人看嗎 有人 六十人 六十幾個 沒有人要告訴我們裡面的是什麼 我覺得不是食物耶 不像是豬油耶 因為你的臉都擋住了嘛 好啦 小天后很在乎業績 麻煩大家來看一下她的直播 可是 蛤 在 喔 我想說 我以為小時候翻說不用了 沒有沒有 在 在 中廣 我們的粉絲 不是我們的粉絲頁 粉絲頁 OK 江泰來了 人來瘋江泰來了 誰來了 沒有人要叫你講這麼多 OK好 麻煩大家現在來看一下我們的直播 好 然後由 坐右邊的是我 很明顯啊 因為人家會不知道誰是江泰啊 大隻的 大隻的就是江泰 你最好 你講這個話的時候是會要小心耶 不用怕啊 真的嗎 你那麼有信心 當然啊 好這樣子好了 你們覺得戴眼鏡的大隻 大膠小膠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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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覺得戴眼鏡的大隻還是 沒戴眼鏡的大隻 因為你剛才講說大隻的是江泰啊 對不對 你敢這樣子講喔 對不起對不起 不是 我錯了 你真的好有自信喔 對不起我不能對長輩這樣 不是 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覺得 你怎麼小看你自己 對啊 可能最後人家都會覺得大隻的是你耶 天啊 他不是江泰 OK 他不是江泰 他不是江泰 請大家看一下直播小天后長怎樣 好啦 大家來看一下直播啦 OK 然後最近不是 講趕快趕快還有一個還有一個 22K 我是覺得說最近那個景氣沒有 就是可能大家覺得不好 其實有時候路邊你偶爾可以去撿一些東西來賣 可以加減 你貼一點自己的便當錢賣 常常看到一個人騎著一個全新Cogoro 然後呢在三近半夜在街上晃繞 這就是小天后他最近的收穫 對但然後呢我這次撿是整這一個旅的便當盒 說不知的剛剛方方打開有surprise 太過分 這個先講這個屋子的歷史 沒有這個這個房子屋主是從那個 陸港他們 旺族 對對對然後來台北 然後裡面呢就是很當然 比較值錢他們都帶走了啦 然後後來呢今天我後來就是 昨天看到這個什麼 貝林 貝子粉 然後我一開始 現在還有啊 對他當初呢他這個 你看電話還是02 9多少 不是二開頭的 所以這個至少有一二十年 6碼的 對 6碼的時候 7碼的時候 對然後呢他當初賣35塊 然後廢子粉現在一樣他是賣35 所以這代表 當年賣太貴 哈哈哈哈 這還需要講嗎 這不就是當年賣太貴嗎 然後呢後來又看到了這個OK泵 然後呢裡面呢竟然還有OK泵 絕對 但是很適合KO 而且很小傷口 很小的傷口 還是他縮水 而且這個我一看 他是日本進口的 他是非常日本的 因為他們家都用日本貨 對然後陸港來的 我就想說敢不敢用 這貼哪裡 我看一用會不會就變成有 這只能貼小妞妞的指甲耶 真的是小妞妞的指甲 那麼小個 來這個盒子值錢 這個可能一貼 反正舉凡你們今天看到的東西 都要賣 都會用高價賣出 大家都看到那個網站有這個貨 無誤就是我們PO的 再來他本來要丟了這個東西 我說最值錢就是這一排 還有回去撿 衝回去撿 沒有因為今天本來就是 東西整個要全清掉 然後呢 我就給江泰說 你看這一整個卡帶 他就說這個最重要 沒有他包很多照片來 我就說這個最重要 他說這個沒拿 我說那你拿了什麼 拿了這個 然後裡面是 你說是什麼 應該是豬油 我不確定 沒有我剛剛那個豬油 已經變金油了 已經是豬油金了 已經要多少年了 怎麼沒有youtuber 要不要給youtuber去拍 不是我給你 撿到阿嬤的 你就是youtuber啊 現場炸 然後看敢不敢吃 我覺得這個最可怕的是 有時候你會看到那個文物出土 千年的 然後你就會說 原來那個頂 頂裡面那個酒 雖然是綠的 但是還在 而且誰敢喝 後來才發覺 有一次有個英國人 就去鑑定很多很多 後來他們鑑定了嘴巴說 嗯這個味道不錯不錯 可是經過整個化學分子分析以後 發覺那個是尿 所以 所以 所以說 黃黃的 黃黃的是什麼 濃稠液 濃稠液是什麼 可是它這個是已經算是固體了 所以不可能是尿 對 不是 我沒有說這個 我是說英國科學家鑑定的那一個 你剛剛講翻翻翻翻翻臉 這個就是豬 好不管怎麼講它就是金油了 因為它經過了這麼多年 它經過氧化脫色 現在已經純粹了 OK OK 然後呢 我要拔當琥珀好了 這一長條卡帶 就什麼鳳飛飛啊 跟鄧麗 所以已經可以想像那個 都是國寶 對因為我現在講這名字 有人可能不知道是誰 不是我看到了 星夜的離別 誰會哼這首歌 這是 我竟然會 這是日本歌耶 你會喔 然後我們很小心 因為這個阿婆阿公是日本人 受日本教育的 心夜的離別 來請唱唱歌 為什麼我會你知道嗎 因為我在來極村的時候 有一個寧北遊覽車 它真的叫寧北寧北 遊覽車的司機 它在等人家在吃飯的時候 他就在吹曹克斯風 我說欸你這首歌很好聽 這首歌叫什麼 她就說心夜的離別 但是你看他当初定价是120块 那也太贵了吧 所以你就不要觉得说是物价上涨 其实都是因为当年卖太贵 所以我们房子卖很贵也很合理 就等着它涨 这个可以见证一件事情 就算你当年的入手是贵的 它总会回到你的买价 那这一卷就卖120 不要你要就卖一排 不要单卷卖 这种东西是收藏的叫系列 国宝系列还有红绒红 对对不对 还有谁啊 还有都是日本的啦 对而且都很多都这很棒 你这个而且人家盒子已经给你啦 对我家里还有一盘 我店里还有一盘 而且他一直跟小天后强调说 这个是新的都没用过 对他都讲说这一卷呢全新的 我都还他就说我们都还没录 都全新的都还没拆过 但是我想说我怎么录 而且阿公很有心 他拷贝了好多他爱听的歌 他有很多TDK 这TDK吗 对啊 对啊 还是中广还用得到 但是最爱的是这个 小姐 我只卷了一卷这个 好还有一个 卡带 还有一个 好好 这个不是剪的 终于 好臭 我都没拆了 看我们多有钱 这一盒拿下来啦 拼了 酷黑的 中威 赞到中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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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因为很多人拿不到啊 我最近有人又给我什么爆纹的 酷黑 最近会有人寄爆纹的给我 因为这个厂商刚刚没有认识 我有爆纹的耶 可是我觉得真的不是爆纹 我上次不是说要带一个 他们说这个是爆纹吗 好了下次再讲好了好不好 不行 因为我们今天要等下讲22块块 好 赶快22块块 快点你讲 对 就是今天我去吃 吃午餐的时候呢 我当下 因为我这个小吃店点点点点 点完之后我吃了150块 你没有拍下来 就一个面 然后四个菜 然后一个主菜 那我当下吃的时候觉得说天啊 我这样一餐 吃了多少 大概 不止150 其实好啦我吃180 对 我就吃180块 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啊 我怎么一餐而已 就吃这么多小吃店 然后后来我就想到说 以前自己薪水不高的时候 一天只能吃100块 那为什么现 然后那时候真的是吃不饱 可是我现在回想回起来 我觉得应该是在 你们真的没有钱的时候 不要一直 就是应该让自己吃很饱 而不要一直那么省 我是告诉我以前 这个启示是什么 所以现在会有反作用 他的启示就是说 他以前年轻的时候 如果他吃很饱 或者说他不要饿着自己的话 不要苦自己对不对 那个时候的代谢还高 所以还容易瘦下来 可是现在 当他有这个能力了 却点了这么多 却点了这么多 然后又消化不良 然后又没有办法代谢 很不高兴 感觉是一种惩罚的 还说你是小资的 对不起我错了 好了我是小资女是大资女 OK 现在到底谁是姜太 请看直播 顺便在下方留言 留言 那他要怎么留呢 在怎么留 每周四会在我们的巷口收杂志 每周四会在我们巷口收杂志 念错了吗 对 好好好 正确了 每周四会在我们的巷口收杂志 好谢谢大家 你再念一字啊 每周四我们会在巷口收杂志 有杂志 拜拜 拜拜 你要放哪卖啊 你会丢脸别的要直播吗 哇 这么久有人要买啊 有人要啊 有人要啊 谁要 对啊 有人要收藏啊 是假的啦 要有人就 我觉得最好卖 应该是他会要买中卫 对 中卫有卖吗 一片五块收 一片五块收 做啦 一片五块收我是不是亏钱啊 拜拜 你当然亏啊 一片五块 要不要买 i like you inside i like radio